記不記得孟德爾跟他同時期的人 不懂他的原因有非常多 他不是有名的科學家 別人觀察的是連續變化 是連續變質 他觀察的是這麼高這麼矮 這麼遠這麼重 他觀察的是分離變質 我幫我們跟大家說過 還有一個致病傷 雖然是他成功的因素 就是他引進了高深的數學 大家還記得嗎 什麼1比2比1跟3比1 對不對